大家好我是旭哥無可安 歡迎收看旭哥手遊攻略 那這是超級英雄 好旭哥今天來講這個遊戲 最強的隱藏版神角免費 還有這個遊戲2024最新最多的禮包福利 可以讓你最完美開局 那可以來到很多好用的手抽神角 大量的資源 那遊戲玩法也會詳細的介紹給大家 還不錯的小品手遊啦 好那我們就進入遊戲攻略 Let's go 好還沒訂閱頻道呢 記得訂閱頻道 隨時觀看旭哥手遊攻略 那頻道各種最新的手遊攻略 還有禮包碼禮品碼兌換碼 遊戲的虛寶序號獨家最新 時刻是丟手裡劍 蠻Q的 那一定要你按他才會 他們都在裝蛋是怎樣 很會裝蛋 好 哇小雞其實清起來蠻快的蠻可愛的 來 小雞衝衝衝衝 來清怪清起來 牧師用個坦克好了 提高我們的輸出 後面才可以開那個Auto 要等到這個BOSS打完才會結束 所以等一關大概也要打蠻久的時間 把法師也 等級也提高 好 增加我們輸出能力 遊戲其實蠻可愛的 而且他是橫向的 最後連牧師都起來 我們一隊五個成員都到齊了 有坦有輸出有忍者 是個有法師 有射手 很集權的一個陣容 然後有奶媽 來增加我們射手的輸出 全體傷害加成 還在裝蛋中 Loading CD 哇這個小雞真的很猛耶 他一次是清整片的 這個射手不錯 小雞很可愛 來 清起來 把射手傷害再拉高好了 主要以輸出為主 射手傷害 全體傷害再提高 有全體當然選全體 沒有全體就盡量提高射手的 好法師讓他提高 全體 來要打BOSS了 差不多要BOSS要來了 來 清BOSS 史萊姆 BOSS是一隻很大的史萊姆 應該很快就可以秒掉他了 我用這個小雞清他清得很快 畫面還蠻可愛的說 算是一款蠻輕鬆紓壓的手遊 沒什麼壓力 玩起來感覺還算不錯 輕鬆獲勝 來VICTORY 拿到很多金幣 金幣然後 轉蛋券 來抽轉蛋 材料 經驗值 然後金幣 還有鑽石 一定要的 好那旭哥來講一下這遊戲最強的禮包福利 開局可以領到很多鑽石 解這個成長任務還有支線任務 那主線任務更佔的是可以直接拿到英雄 像這個有 神角 孫悟珠 哈哈哈哈 孫悟空 孫悟珠 笑死 他是蠻惡搞的 很好笑 然後他們每次關卡都會有一些額外的獎益 像這邊就有寶箱 寶箱開啟禮包會有500鑽 然後轉蛋券這些東西 可以拿來抽東西 還有這個材料 他每個關卡過五關就會有一個寶箱 500鑽 然後一些高級扭蛋機的轉蛋券 然後材料 每五關就會有一個禮包可以拿 所以大家就是慢慢推上去 像這邊有1000鑽 然後兩個高級扭蛋機的轉蛋券 還有 40個材料 一直往下這樣打下去 所以就是大家可以拿到蠻多的 然後還會有這個 像是生存兩分鐘就有獎勵 然後關卡裡面也都有很多禮包 重點是他這個主線推起來有英雄可以拿 這個算還蠻不錯的 蠻輕鬆可以拿到不少東西 好所以這個福利就分享給大家 那開局的話呢盡量可以把這個 都點高一點 這個會輕鬆很多 血量啊 然後攻擊力這些點高 然後有魔方的話也可以點一下 皇家魔方 好那畫面的右上角這邊有個七日加年華 這邊有更讚的禮包福利 這個一定要講一下 這邊除了很多鑽石可以拿之外 我們解任務啊 像達到五級啊 通關第三章啊 或是強化科技 獲得金幣啊 或是抽轉蛋這些都可以 拿到這個 就是七日加年華的蛋糕 那蛋糕一直往上拿的話呢 這邊像是有鑽石啊 然後轉蛋券嘛 可以抽到很多好用的 這邊然後還有這個神角可以拿 史詩英雄 全級餅乾熊 那300鑽 重點是這邊啊 哇這個很讚喔 S級的英雄啊 最強的隱藏版神角 史詩英雄 展翼之魚啊 S級 而且看起來是個可愛的小妹子 這個是可以免費入手 只要透過解這個七日加年華的活動 就可以入手了 所以最強的隱藏版神角 可以透過這個活動來拿到 非常的讚啊 所以這邊很多福利 所以大家記得來拿一下 只要就是每天解解任務啊 抽抽轉蛋 然後像是這邊 然後這邊還有孫悟珠啊 然後各種的福利 巡邏的獎勵啊 快速巡邏 也可以玩一下 打到五級了 五級又可以賺鑽石了 沒有這其實蠻輕鬆 很像在玩打特攻啊 就是 鑽石 鑽石就可以拿來抽角色 還蠻可愛的遊戲 好我們最後來抽一下轉蛋 這邊還有其他的禮包 這邊有上招財貓啊 這些禮包 金幣禮包 好多喔 這個禮包福利很多 這邊是看廣告的禮包 那嘉年華禮包不錯 然後新手禮包的話 可以拿到這個長得很像 就是 就是海王 呵呵 波賽西 波賽東 那扭蛋來抽一下好了 我們來抽個轉蛋 來先抽個 金的轉蛋 來拿到一隻小雞 然後這邊 來抽一下 喔英雄帥耶 這隻是誰 蠻帥的 假面騎士 還蠻帥的 拿到一個假面騎士 好再來抽 蠻可愛的 好 好 所以最強的福利啊 就分享給大家啦 開局可以輕鬆玩嘛 然後可以抽抽轉蛋 然後你看這個廣告還可以 再就是 多抽一下 抽轉蛋又有鑽石可以拿了 好 那最重要的是呢 我們可以拿到這個S級的神角 最強的隱藏版神角 好 分享給大家最強的神角的拿法 還有這個遊戲最多禮包 這禮包實在太多啦 很讚耶 都可以免費入手 大家記得訂閱序格頻道 看序格的手軸攻略 我們下一集攻略見